辽宁作为中国长城分布最密集的省份 作用11个朝代的长城 在今日大连干景子区黄海与渤海交汇地甲处 有一段11里长的长城遗址 是迄今发现的全国唯一一段辽长城 也是史上最短的长城 已被列入长城百科全书目录 考古专家称之为镇东海口辽长城 遗址尚存30米隐约可变 已被相关部门用铁丝网站保护起来 辽史太祖本记记载 太祖二年冬十月驻长城于镇东海口 契丹人意图一道小小的长城 挡住东北女真人的南下 所谓镇东就是震慑东方渤海国 凭借着这座长城 辽国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阻断了 世仇渤海国与唐王朝的联系 辽史圣宗本记记载 太平六年 黄龙府请建保障三 丰台十 照以农系驻之 可见虽然是一道微缩版长城 但防御体系依旧十分完善 公元九二六年 耶律阿宝基攻破渤海国 改其地为东丹国 此时的镇东海口长城 失去军事功能 成为辽国与中原海上贸易的海关 耶律阿宝基离世后 其子耶律德光继位 逼迫其兄耶律被逃亡后堂 路径镇东海口时 耶律被赴诗曰 小山压大山 大山全无力 修建故乡人 从此投外国 公元一一一五年 完颜阿古达建立大金国 一一二五年 金朝俘获辽天作地 辽朝灭亡 镇东关改成化成关 也称何思汉关 金代的王继 在其著作《鸭路刑部志》中描述 仿诸野老 云此苏州关也 辽之苏州 今改为化成县 元灭金后 何思汉关改成哈思汉关 元末明星 哈思汉关改叫南关岭 公元一六二五年 后金政权与明军 在辽东半岛展开对峙 明军将领向明廷 意图在南关岭最窄处 凿通黄渤两海 抵御后金的进攻 后因财力不足作罢 大连差一点成为北方的海南岛 大连考古专家张志诚 丁岩 刘金友亲历遗址调查 确认哈思汉关分主墙和关墙两部分 主墙沿山脊丘陵的制高点 呈东南西北走向 主墙南起振兴路北300米处的 后沿大染公司东围墙外黄海海边 北指于大连土城子村 西侧渤海海边 全长约11华里 墙体大部分消失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道仅存30米的辽长城 填补了东北地区辽带长城的空白 对研究唐墨辽出辽东辽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